若说什么职业会挣钱快 相信有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明星 确实相比于普通人 明星的收入是极其客观的 那各位知不知道 在台湾演员歌手综艺这三方面的艺人 分别都是谁在吸星棒上还有大名呢 而他们又有着多少的钱呢 一起来看看吧 发掘新闻内幕讲述明星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新闻歪歪歪 欢迎收看今天的精彩节目 1.彭于燕 身为娱乐圈里最初圈的演员男神之一 彭于燕在2022年上半年 夺得了演员收入榜的冠军 虽然在2021年的时候他没有上榜 但他却在2022年上半年一飞冲天 而且彭于燕整个2022年上半年 都在大陆香港活跃 即使曾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被关在家中很长一段时间 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捞金 除此之外 彭于燕正在香港拍摄 刘德华监制的新片《潜行》 外传他如今一部片身价高达600万 行情已经和天王等级的梁朝伟 甄子丹 刘德华一样 可以说是终生代台湾艺人中 在中国大陆发展非常好的实力派演员 彭于燕2022年上半年首相代言 除了评价洗面乳外 其他都是走高档路线 以他的知名度和行情推算 代言部分可有276万元进账 再加上潜行片酬 上半年已赚进870万 被娱乐圈冠影 演艺圈女学霸 和台湾第一气质美女的张军宁 在演员收入榜排名第二 39岁的张军宁 于2022年2月 认购药华药私募股票 获利230万起跳 虽然事后该公司公告 澄清三年内无法买卖 未曾获利 但他女神谷的名号不禁而走 除此之外 张军宁在2021年的时候 收入就位居了第二位 在2022年的上半年 他就已经有不少的收入 张军宁多年前 就已经把大陆当成发展的大本营 很努力在此深耕 他的收入来源也分成两部分 代言占了大头 并且在台湾 大陆都有代言 粗略统计 他的代言至少有9个 产品设计多个领域 也就是说他并不挑剔 相对而言 在大陆的代言都不错 收入相对也更高 除此之外 张军宁与许光汉上半年 在海南还拍摄了一部电影 推估可有449万元进账 以小时代顾理一决 强势进入大众事业的郭彩杰 将事业重心转往大陆发展了多年 2022年上半年 郭彩杰参加了乘风破浪第三季 这为他带来不少收入 此外 他的收入来源也全都是以代言为主 而且接的都是高端品牌 所以酬劳丰厚 至少赚进138万 接任代言 推估上半年至少赚进368万元 排名第三 4.许光汉 许光汉因台聚想见你 迅速窜红 近年来将事业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 他和大陆经纪公司爱奇羽毛金票工作 但仍无法阻止厂商对许光汉的喜爱 随着代言品牌越来越高级 许光汉手上光是8只代言 就入占207万元 是台湾新生代言员中 发展势头最猛烈的一位 爆红前 许光汉拍摄想见你的片酬是3万 虽然定位是演员 但他并未一走红就坐地起架 目前和张俊宁在海南岛拍摄的电影 看不见的客人 据悉他的酬劳约41万 比张俊宁的50万略逊一筹 但比起在台湾拍片 这已经算是相当丰厚 媒体推估今年才过了一半 他已经赚了将近248万元 5.陈妍夕 陈妍夕和小4岁男星陈晓 结婚多年 事业重心都在内底 2021年4月底 他回台参与影集 《人浮于爱开敬》 也是他睽違8年以来 在拍台湾电视剧 因大环境问题 6月爆出剧组停摆至今 复拍日遥遥无期 台剧拍不成 陈妍夕2022年参与录剧 温暖的甜蜜的演出 还担任真人秀 他乡像风一样女子 常驻嘉宾 估算一整 即酬劳约207万元 让他超越吴康仁 贾静雯 林心如 徐伟宁等打入五大 6.林心如 早年凭借紫薇一角 火遍大江南北 近日又拍摄了情深深与茫茫 半生源 美人心迹等 耳熟能详的剧的林心如 不甘心只当演员的她 2011年以制片人身份 参与拍摄的电视剧 轻吃黄飞 虽说这部剧现在看挺玛丽苏的 多半评分只有5.7 却让林心如挣得盆满钵满 远消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加上广告代言 综艺演出 在内地投资房产 林心如身价至少10个亿 然而林心如和霍建华在结婚后 却渐渐淡出内地娱乐圈 回到台湾发展 这几年 林心如已经从演员成功转型为导演制片人 拍摄的几部口碑不错的剧集 尤其是热播的《华灯初上》 收获了不少好评 一曲囊括杰乐仙 冰封衣 科技燕窝 拉背中药影 凤凰电波 麦卡伦等代言 并也客串改编公布美性原著的 Nate Felix影集《模仿范》 约810万元入带 7.赵又廷 赵又廷一直是吸星A咖 2020年曾以年收2900万元称霸 2021年 为接戏仍靠广告进账千万 但2022年上半年 他原本有部戏 要禁组但言拍 所以突然空下来 接了钻石和皮鞋广告 但受疫情影响 改走短期 连千万都不到 经纪公司笑说 今年让闲 但他能够陪女儿和老婆 高原人很开心 8.贾静雯 之前凭借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宋乔安一决 获得演技大奖后的贾静雯 如今已经升格为制片人 不过 参与制作和演出新剧 妈别闹了 因制作成本太高 超过一亿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2250万元 他只暂时拿到了400万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90万的酬劳 而作为双金影后 即使上半年 仅客串一部影集 但他短短半年就有七支代言 约900万进账 9.周杰伦 最华语乐坛的领军人物 周杰伦就像一棵长青树 不论是知名度还是吸金能力 都是顶级的 周杰伦上半年 他接下了11个商业代言 9个来自大陆地区 两个是国际大牌 平均每支报价 在180万和230万元之间 他7月发布新专辑 上限一天就卖出 超过560万张 总销售额破3000万 10.肖敬腾 与神肖敬腾的780万元收入 主要来自上综艺和街商演 节目有闪光的乐队 怦然心动20岁2 生灵之王3 四支代言的总价约184万 相当于美制46万 报价只有周杰伦的四分之一 可如今 肖敬腾定居在成都 生意活动也集中在大陆 以后的收入肯定只增不减 11.蔡依林 被封为华语乐坛的天后的蔡依林 在这次收入排行中 也进军了前三甲 受环境影响 歌手们很难开展线下商演活动 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代言 蔡依林的代言范围很广 遍及超市 牙膏 隐形眼镜等 八支日化商品 平均每支报价1000万 12.陈佳化 SHE的成员 埃拉 也就是陈佳化 自从结婚生娃后 就成了婴儿 家具广告商 眼里的最佳人选 她接到了八支代言 上了两档综艺 原子少年 鸿门家宴 还出演了一部电影 总共收入184万 虽然这对大陆来说 这不算什么 但在台湾 埃拉这种程度的吸睛能力 已经能排到第四了 13.田富珍 女歌星中 田富珍算是非常勤劳的 隔断时间就会推出新歌 而从SHE单飞后 她也发展很不错 拥有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 多年来 虽黑币鲜少上内地综艺 但却没少在内地开演唱会 除此之外 不算组合代言 近十余年光是个人代言 就超过百个 而她在2021年拿下金曲歌后 便接到了四支代言 平均每支报价23万 总计收入约92万 14.闫亚伦 近年来 飞轮海中三人其实 都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内地 但闫亚伦却在近一年 深耕台湾市场 一面接拍电视剧 一面朝综艺主持方向发展 同时搞起了副业 这样她也在一定程度上 挣了不少的钱 15.吴宗宪 吴宗宪手上 依旧是固定的三里 综艺大热门 中天小明星大跟班 两个带状 合台湿 三里 综艺玩很大 外景块状 加上今年接下的网综 天王到你家 光节目就赚近173万 她透露 今年还接下海内外 共四支广告 共220万元 算一算 她总共丰收 394万元 持续称霸年度综艺西京王 16.沈玉林 沈玉林去年突然起军 离开蒙甲后 沈玉林有一段时间相当落魄 然而 她的名言是 人官节哀官节哀 过了关的沈玉林 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新天地 网络节目再次站上了事业的高峰 一举冲劲排行榜第二名 上半年 她依旧已约203万元 收入坐稳亚军位置 她主持的是一点热炒店和两个网综 另外还有商业活动主持 加上广告代言 秉持前来就干精神 17.曾国成 曾国成主持三例 行男大主厨 卫视中文台一代女王 东森全明星攻略三个代状节目 及华氏的块状节目 天才冲冲冲 几乎每年入围金钟奖的她 去年再次得奖 也因形象良好 深受观众喜爱 会有六支广告代言 总说自己薄利多消的她 上半年已收入163万元 位居第三名 18.徐乃玲 徐乃玲除了主持多年的 华氏天才冲冲冲 及东方代状节目 挑战罢大神外 2022年 还多了从胡瓜手里接下的 一时好蜡主持棒 和东森超市新代状节目 房牌叠对叠二节目 并接下一支广告 她上半年收入约158万元 获得综艺主持第四名 19.胡瓜 胡瓜常年固守台湾 疫情对她影响不大 但由于线下一时好蜡主持 只盛名是综艺大集合 台湾那么旺 卫视中文台 欢乐之多星三节目 加上一支广告 常去排行前三名的她 上半年收入130万元 便是第五名 却也把往年排行榜长盛军小S 提出五名外 20.小S 多年来 小S一直都在台湾主持康熙来了 但随着台湾市场越来越小 康熙来了不得不停播 在蔡康永的帮助下 小S来到内地发展 主持综艺节目 接拍代言 虽然几部综艺节目并不红火 却没影响小S捞金 早在19年时 台媒报道称 小S在大陆主持一集的节目费用 是台湾的120倍 名副其实的西京女王 21.陈汉点 陈汉点最受欢迎的时候 人气并不低于小S和蔡康永 而且她在戏剧方面很有才能 特别适合自己的角色 麻辣天后宫停播后 陈汉点找不到自己的新位置 无论是主持还是出演综艺 拍电影电视剧 还是发唱片 反响都很小 陈汉点曾在接受采访时自嘲说 像中年失业者 但是生活还没好 我该怎么办 没办法 她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奶茶专卖店 为了这家奶茶专卖店 陈汉点先进行了专业学习 然后亲自上街做广告宣传 当行人认出她想拍照时 陈汉点 陈汉点礼貌的同意了 没有架子 给对方拍的时候 别忘了奶茶专卖店的传单 就这样 陈汉点的收入也逐步上升中 好了 以上就是台湾各个明星的收入排名了 不知大家现在是否 又对娱乐圈有了全新的认识呢 可不管所正几何 只要监制下去 总会裁员滚滚来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订阅收看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